MUFFIN GOOBYE YO!我是波子 經過這段影片就知道 這段影片就是 MUFFIN與波子的 不問訂閱慶祝Q&A 我想這段影片也有9萬 好了 我們就事不宜遲 完全開始這個Q&A 因為實在太多問題 大家都很用心地問 先回答一些比較熱門 因為比較小重複 MUFFIN 小重複 小重� 小重� 那你開始吧 好了 問波子 謙小 問你有什麼理想 理想呢 波子就 喂 沒什麼理想 你說夢想又不是 暫時想拍片 讓大家歡笑一下 搞笑一下 有空交個GAP 你打得對嗎 你就打得對嗎 MUFFIN沒有理想 Yuki Wong 問為什麼你不拍Minecraft 波子對Minecraft 是慢慢的 因為我 不懂得玩 我和波子是喜歡玩一些 比較恐怖的遊戲 還有一些比較有刺激性的遊戲 很明顯Minecraft 不是很恐怖的 第三個問題 就是 I stay here because you 問的 可不可以玩多些恐怖的遊戲 喂MUFFIN 好恐怖 當然可以玩多些恐怖的遊戲 但有個問題 就是 我現在玩這個遊戲 不夠恐怖嗎 你想多恐怖 是不是好像他很恐怖 好恐怖 好恐怖 DMine問的 你拍片之前 會不會特意去撿床 還有為什麼 經常都要戴著帽子 拍片 還要是同一頂 啊 首先回答你 為什麼特意去撿床 其實我不是特意去撿床 是床特意去撿我的 對不對 還是想給大家一個 比較清楚一點的背景 大家就不會只看我的背景 而不看波子 千萬不要只看背景 這個背景 來的 看我 Focus 為什麼經常戴這頂帽子 因為呢 我就 很少買帽子 我只有一頂 不是只有一頂 我只有一頂 而最好看的這一頂 我個人而言 所以我就會自拍片 然後就戴這頂 還有呢 戴帽子呢 真的讓我幫我摺的頭 看起來沒那麼圓 沒那麼圓 沒那麼圓 要明白什麼 叫沒那麼圓 我的頭很圓 所以戴著帽子 沒那麼圓 不然我就會很完美 我就會完美 然後 林雪兒問我 你幾歲 我就 93年 11月 18日出生 我熟悉 應該是未過21歲的 如果這段影片出了 都被過21歲 應該是 幸好 我還很 算得我老了 然後是Terry Lo 問的 你女朋友要 How old? How poor? How old? How old? 我問你很高 波子的身高 波子的身高 其實是 應該是1米76 我記得我喜歡當時 量度過1米76 我現在就大一點了 是沒有高過的 聽Max問 你認為一個YouTuber有什麼要素? 那拍片有什麼要素呢? 其實都很簡單 其實都是你想拍什麼 你就去拍什麼 那你努力過 你剪片又花了心機 你是 挺有趣的 那自然就有人欣賞 自然有人支持 放膽一點去拍片 其實說真的 拍片不是一個需要尷尬的事 而你只不過是分享你的生活 分享你的有趣的事 給大家知道 對 Amber 問你有沒有想過 拍有Muffin的影片 Muffin就在這裡了 這條片算不算? 還是整條片都要 只看到Muffin看不到我呢? 那我會給一下 Muffin action 搓 轉身 空翻 停 急停 Good job Happy Lucky 問的 為什麼你沒有女兒呢? 為什麼我沒有女兒呢? 為什麼我要有女兒呢? 為什麼我要有女兒呢? 然後是通通問的 有沒有女生跟你表白 但是你拒絕了? 有的 然後是Max問的 你是否責任 其實 責在家中一起做責任 我是責任 我是責任 他是責任 你是責任 責任 責在家中一起做責任 嘿 PetraChang問 有沒有想過養更多動物 以後可不可以拍片長一點 可不可以玩Muffin嗎? 哇 很多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有沒有想過養更多動物呢? 我會回答你的 我家裡不是動物園 就是 Just kidding 那 暫時我覺得 養動物是需要尊重生命的 那你養得牠就要負責的 很明顯呢 我就 要兼顧下面讀書 還有 Muffin的話呢 其實真的比較吃力 所以就 暫時沒有想著 在家裡 可以發現成動物園 你有沒有想過跟NTS搞遊戲 沒有啊 BeeBeeTone問 你拍過這麼多遊戲 那哪一款遊戲最吸引你呢? 那我要說的話 我就要說 Mario 因為Mario 真的是我第一次玩過最膠 最恐怖 不是最恐怖 最令我激氣的一款遊戲 真的嗎?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玩遊戲 我會玩得這麼 火 玩到呢 我簡直想打爆電腦 然後出個新的 不過我做不到 因為我狂到富川洞 對了 Cat Mario 你看了沒有? 還沒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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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就問 我自己都在拍片 但是 又整天都不知道拍什麼好 我又跟你一樣 很好笑的 可否給我一個建議呢? Alex 你好 我也覺得你 真的很好笑的 所以我給你的建議 就是 你可以 拍著自己 因為這條一定是笑片 在我回答的伴老期間 我發現Muffin已經睡覺了 他已經在擱擱 然後擱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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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臨時 樂彤問你有沒有打算拍片拍足一輩子 講這題目廣東很像很像 不要講這個問題 其實我真的想在我有能力的時間中 我會繼續拍 我不是不喜歡拍 但有時人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時間 一輩子的時間打到同樣東西 人是需要不斷尋找自己想做的目標 去實踐 那你的人生才會有意義的 你不可能一輩子打機 你不可能一輩子都做同樣東西 就算你是有錢人 你是李嘉誠 你也不可能一輩子只顧著賺錢 否則你這輩子就不叫人生 你這輩子就叫做奴役 沒有意義的奴役 所以 只能說波子拍片 因為我想做 我就去做 我有興趣做 我就繼續 大家開心 我也想大家繼續開心下去 所以我就繼續拍片 下一輩子 我覺得是不會的 多謝你這個問題 真的很遇重心長 我也非常感慨 再見 辛苦了 不要… 吸不出眼淚 Rabbit DIY 問你喜歡不喜歡你的臉上的粒嗎? 如果不喜歡的話,有沒有想過去弄走它呢? 我臉上的粒嗎? 不要說喜歡不喜歡的,我覺得 樣子、外貌是天生的 就算是有一點的瑕疵,也不應該去討厭它 你應該去接受它,或者是用另一個角度去欣賞它 我覺得我的粒嗎? 山靜在這裡就是一個風景點,你明白嗎? Spotlight 大家看的時候都會看到我的粒嗎? 我還有粒嗎? 這裡不是眼屎,這裡是粒嗎? 我不會覺得應該特別去弄走它 如果我沒有粒粒的話,我也比較帥 好像沒有分別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Dennis 王者問你有沒有試過病到有醫院? 病到有醫院,即是入廠 是有的 而且因為我去旅行的時候去入廠 大家好,這是大家大的事 好像是去年還是兩年的事 那我就去韓國旅行 那因為我食物中毒吃錯東西 那我就又吐又吐 整天都沒有吃過東西 所以大家記住,如果去旅行的話 食物中毒,即是你吃錯東西的話 又吐又吐 你千萬不要不吃東西 你怎麼都要喝一些電解質飲品 或者是一些電解質食物 補充你的糖分 補充你的鹽分 不然你真的會暈倒 我就是這樣 走走走,不要吃東西 然後就 咩咩 砰 所以我以後去旅行 我一定會買一支 什麼咩 可以補充我的電解質 同時又可以加渴 真的很重要 如果肚子或不舒服的人 就應該有一瓶這些東西 防身、見解身 或者是糖分的東西 糖等等,怎樣都要吃 記住吧 不然就像我一樣 進了醫院,然後還要坐輪椅 上飛機,人家以為我撐他肺 神經病 哎呀,MUFFIN,送我過來,對了 那麼這集的4G Q&A 要爆慢訂閱,告刀此完畢 因為都很長,10分鐘的問題 MUFFIN,你別這樣動 喂 那麼今集的4G問答8萬 訂閱、起床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問題 歡迎留言繼續問 那我就下次繼續回答 當儲夠一定的數 以及一些沒那麼重複的問題 大家確定要看到我之前的Q&A 才好再問我 要不然呢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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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哈 總之呢,我們下次再見 波子Q&A問答 MUFFIN With MUFFIN Cross MUFFIN And home OK,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MUFFIN,說bye bye 說bye bye 呢 Bye bye Close Close Hahaha Hahaha Fu&A簡直是假裝豬吃佬 別想像用一個月星就想當你鼓勵 他只因為懂就什麼都不用做 喂你懂就你不懂 看下你 看看 成功 成功 成功